新屋日站緊鄰台中高鐵站 人來人往轉成方便 但多數人都不知道 它其實還有三到五樓 它本身展場還有三到五樓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只到這裡而已 花了13.4億蓋新屋日站 通車至今12年 三到五樓的空間都一直閒置著 因為一個車站商業空間比率有限 新屋日站和高鐵共共屬於同一車站 因此沒有商業使用空間 變成上億文字館 台中負運服務所 將我們新屋日站的二樓的商場 還有三樓四樓五樓的會議室 做一個統朝的辦理這個租出 能夠這個充分的來利用 這個顯示的空間 記者實際來到新屋日站的五樓 目前沒有在做使用的情形 未來會作為會議中心的租借使用 在106年的6月 新屋日站1091坪的商業空間 二到五樓一併招商成功後 二樓商店街目前已經試營運 越來越多吃了這樣子 台鐵高鐵未來再加上捷運綠線 三鐵共購的戰區 人潮渴望提升 記得陳岡在李若珍台中採訪報導 今天是烏龍 Fund 好不好 那臉嗎 馬中採訪 呢